这就是我们码头吊柜的作业 container delivery 那么待会下一个就是我的柜子 一个月前我们这个港口罢工了三个多星期 每一天每一天损失七千八百万加元 搞了快一个月了 我很有一些朋友做这个进出口贸易 从这个亚洲进来这些食物啊 冷冻货柜啊都坏掉 他掉了这个柜子呢 他离开我就可以前进了 好 OK 我冠冰